一花以世界,一叶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事 有事的地方就会有江湖 每个人都要在江湖上打拼 可每个人都身不由己 因为人难以改变外在的环境 他只能改变的只有他自己 年轻的时候 当我们刚刚踏入社会之时 总是会怀有一副热心肠 看到朋友遇到困难 就毫不犹豫地拉他一把 看到朋友身陷险境之中 宁愿自己受到伤害 也要救他出来 当这种事做得多了 我们自己也就容易受到影响 这种影响就是我们常说的 惹事上身 你为了朋友而两肋插刀 殊不知对方有可能在事后 联合外人插你几道 让你反受其害 小时候老人经常对我们说 当你们以后出道社会了 要懂得步步为营 见一步走一步 不要管太多 也不要走得太快 不然啊 你们被别人暗算了 也不知道 现在回想起这番话 其实感到颇有道理 人在江湖 本就如同身处于 而欲我诈的争斗场一般 稍有不慎 就会落入虎口 因此 有些事要少干 有些事不能干 有些事不能多干 人无论什么时候 面对这几件 吃力不躺好的事 都不能多干 否则只会是 惹祸上身 苦了自己 也苦了家人 一 人在江湖 少做何事了 老话常说 人有热心肠 招来是非多 一个人热心肠 是一件好事 足以证明这个人 他的人品不错 心底善良 是一个值得交往的 真朋友 但是 做人过分热心肠 也是会给自己 招惹是非的 就像人与人的仇恨 总会有一些 心底较好的人 想凭借自己的能力 化解这段仇恨 当双方之间的 何事老 在生活中 其实混得最不好的人 也就是何事老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不懂得 见机行事 不懂得 看别人的脸色 去做人 而是傻傻地 成为出头鸟 从而成为 众师之地 就像两个新兄弟 为了钱财之事而吵架 你作为何事老 去劝他们 和好如初 这有可能吗 要知道 别人两兄弟的事 其实和你无关 那就少点去管 这样做 只会遭人怨恨 被人打压和排挤 成为别人口中的笑柄 身处在茫茫社会之中 最忌讳的 就是管他人的仇恨局势 要知道 你帮助别人 别人不会感谢你 反而会把你当成挡箭牌 把你当成冤大头 为人处事 想要过安稳的日子 就该少做合适了 才能明哲保身 置身事外 俗话说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 强出头 人为何会招惹是非 就是因为实力不够 而且说话太多 人为何会被烦恼缠绕 就是因为能力不够 可总是喜欢强出头 不懂得收敛自己 人在单位 看到身边的同事 无缘无故地被上司针对 你感到愤愤不平 就是为了这口气 直接和上司刚到底 这样做的最后 只会转移了别人的矛盾 让矛盾都加诸在自己身上 当人身处社交场上 看到身边有些好闺蜜 好兄弟 想联合自己 排挤另外一群人的时候 就要谨慎地做好选择 不然只会两边都得罪 成为别人声讨的对象 无论什么时候 能力不够之时 就该少点强出头 要知道 不懂得隐忍 只会一席用事的人 永远过不好这一生 只会自己将自己推向 永无天日的深渊之中 在这个社会 为何那么多的年轻人 总是容易碰钉子 就是因为他们做人心高气傲 不懂得稍微后退一步 做到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而是勇往直前 最后变成了斗争中的炮灰 三 人在江湖 不要盲目合群 尊广贤文有言 力威修复重 言轻莫劝人 无钱莫入重 遇难莫寻亲 当人处于卑微的境地时 就不要担负太多 因为你的身板支撑不了 那么重的担子 当人没钱没事的时候 就不要走进众人之地当中 因为人轻言微 没有人会搭理你 生活很现实 社会很残酷 别总是认为 多个朋友多条路 要知道 应该使人的能力大了 朋友自然就会多了 就像一个乞丐 他再能说回道 也没有朋友 就像一个富翁 就算他嘴巴笨 他也能朋友宾客 一大群 人 如果为了一时的合群 而让自己置身于台面上 最后 受到伤害的人 始终是自己 有人会奇怪 为何 没钱没事 就一定不能扎堆呢 想想看 既然都没钱了 你就算去扎堆 也不过是一厢情愿 到了圈子里面 也没有人会尊重你 所谓 穷在闹市 无人问 富在深山 有怨心 不幸但看 人中酒 卑卑仙境 有心人 人 在没钱的时候 就该好好的隐藏自己 不要将自己的能力 暴露在聚光灯下 这种做法 可以说是一种 带时而动的行为 倘若永远都锋芒毕露 只会被人打压 永远 难以出头 四 人在江湖 不要贪功冒进 有位作家曾写道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 任何不修炼自己内心的人 都会变浮躁起来 随着这个社会 愈发复杂 人的心就会愈发急躁 但是越是急躁 就越容易做错事 得罪人 最后落得个 吃力不讨好的下场 曾见过一个同事 他能力不高 却做人急躁 像 招为田舍郎 木灯 天子堂 一步登天 从而能够清云直上 功成名就 有一次 上司分派下来一个 较为重要的任务 同时一看这个任务 连想都没想 就接了过去 上司问他 一个星期的时间 能不能完成 可他却说 只要四天就够了 当他刚刚 跟进这个任务时 他才发现 原来这个任务 并没有想象当中的 那么简单 随后 他为了能保住面子 便没日没夜地 去完成 最后 上司看到这个结果时 说了一番话 老陈啊 你要是没能力 可以申请 再找一个人来帮你 或者过几天 再交过来 可你看看 你完成的 这是些什么东西啊 人在社会 不能贪功冒进 这是做人的 基本准则 要知道 人心躁 万无皆失 只要人心不安分 就会不理智 甚至连日常的心态 都受到干扰 所谓 有多大的头 就戴 多大的帽子 如果你的头过小 但帽子过大 你还能走路吗 只会是 头撞难强 碰得 头破血流 做人做事 少干吃力 不讨好之事 要明白 自己的生活 只能自己负责 倘若连自己 都没有那份心 又有谁 会为你负责呢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 Forech 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期待 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